今天 傻樣的樣品寄來了 其實我片頭的音樂根本不是特效音樂 而是這首歌 現在我們在七十成的家裡 我們要拍這些東西的照片 然後當場給導入電腦進去做鏈接 然後他們家新養了一隻小貓咪 讓我們來看一下 他說貓咪出鏡不用加錢 非常開心 然後就是這些上新的電力貼本子呢 有一點點不滿意的就是 它這個OPP帶 它給我做的是1.6絲的 1.6絲就會稍微薄一點 但是有點來不及了 然後這個是我買的OPP帶 買到那個廠裡的 這個我買的是7絲的 所以這個會要厚一點 今天呢我準備稍微來測評一下 菲宇給我寄的這個PR包裹 它是一個手機的雲台 因為之前我很喜歡的一個UP主 叫裝子HD 然後他呢也收到了菲宇的這個PR包裹 所以我收到了以後呢就很開心 自捨五路我們鎖了 就是追星成功的感覺 你知道嗎 就是跟自己idle同款的感覺 我本來跟菲宇說呢 是希望拿到的PR包裹呢 是裝子的同款 是一個放相機的雲台 但是後來想一想 因為我對vlog相機的需求呢就是輕便 它那個雲台份量還是蠻重的 所以說我如果說相機再加這麼一個雲台 反正跟我的vlog初衷呢 有一點點違背 就是我希望設備呢是非常輕巧的 所以呢我就選擇了這一款 可折疊手機穩定器 鞋帶非常便携 然後呢重量也很輕 這個雲台有一個問題就是 我一開始還用的不怎麼流暢的時候 它會一旦超過一個角度 它就會開始抖一下 抖一下以後你的畫面整一個就會很奇怪 這是我不太喜歡的一點 總體來說我覺得這還是一個 非常能夠給手機加分的產品 因為我用手機拍攝4K的視頻的時候呢 它是不加防抖的 加了一個雲台以後它的效果會好很多 終於用了生日優惠券 78很不錯 空庫那邊呢給我寄來了一個商品的模板表格 我需要把我的商品編號編碼什麼亂七八糟的全部都寫在這裡 這個應該是他們合作店鋪的一個女裝店的表格 一共有2000多個SKU 每個都有編號 我的網店的話 好像是30個SKU有可能 應該是30個 35個應該有的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皮膚最近好一點 就是痘痘啊什麼的有還是有 但是感覺這裡痘印什麼的淺了點 可能這就是一個多禮拜 勉勉強強借糖以後的附加好處吧 給你們看我減肥期間的精神慰藉 精神飲料 哇這個有盆裝的百里箱 那我要買一點 對不起了教練 早飯還是這個好吃 吃什麼玉米雞蛋 他們那邊的人跟我說倉庫裡沒空調 我去看的時候也沒有電閃 我想給他們買幾瓶冰可樂 現場面單 好 讓我掃條吧